美国霸权之根是什么?过去我们常说维系美国霸权的有四根支柱。军事霸权、科技霸权、金融霸权、文化霸权。但是在我看来,其实美国的文化霸权本质上还是科技霸权。美国一个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能有什么文化?近几年,我们看到的都是美国的野蛮。实在看不出什么文化。 至于好莱坞的那些文化产品,本质上还是金钱与科技堆出来的产物。当我们有钱了也有了技术,我们拍出来的流浪地球比美国科幻片强多了。所以,本质上维系美国霸权根本的主要就是这三个。科技、金融、军事。美国的科技霸权是美国在和平时期,以少换多的最重要的工具。 美国怎么靠科技霸权来以少换多呢?譬如,十几年前,我们需要用八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。这不就是典型的以少换多? 美国现在想芯片卡脖子。本质上就是我们想技术突破造便宜芯片。 而美国则想垄断高端芯片卖给中国贵的芯片。这背后就是谁掌握技术谁有话语权。中国想让芯片便宜。是因为中国制造那么多环节都可以赚钱。 美国想让自己的芯片卖高价。是因为它已经没啥产业可以挣钱了。只能靠芯片高价赚利润。 这次美国恶性通胀,原油价格是重要推动力之一。之所以油价对美国经济影响那么大。说明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分工已经非常弱了。 美国的军事霸权则是美国的终极霸权。过去美国在军事上,领先其他国家,至少一代以上。这种优势,使得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与其过招的能力。 俄罗斯也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制。但这并不能挡住美国发挥其常规威慑和控制能力。说白了,美国觉得有必要就采取军事手段。他国根本无可奈何。 由于美国过去有武力终结任何争议的能力。所以它本质上就有了最终裁决权。飞机大炮就是那个裁决锤。美国的金融霸权,说白了就是美元霸权。 美国之所以拥有美元霸权。是因为美国用自己的军事实力、科技实力,以及立足于这两个硬实力基础上的政治软实力,最终建立了更强大的软实力美元霸权。 美国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周期,制造美元潮汐,通过一轮一轮的加息与降息循环,来达到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收割的目的。 在全球范围内,美国用这种方式长期收割全世界。那么美国为啥现在收割不动了呢?因为世界上多了一个,可以和美国在综合国力抗衡的国家。 美国在想按过去自己的方式肆意妄为,已经不行了。譬如美联储去年开始疯狂加息,为了加息还制造了俄乌战争。 本以为全球资本会疯狂涌入美国,从而帮助美国解决资金缺口。结果没想到的是,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,还有一个经济更稳定,发展机会更多的市场。 很多资本并没有选择全部流入美国,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国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经济面对美联储加息非常稳定,中国市场就成了资本的避风港。在这种背景下,美国国内拿不到那么多资金流入,而美联储加息又把资金收走了。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银行支撑不住倒下的局面。美国严重通胀,美联储自己强势加息。结果自己通胀没有控制住,美国自己的银行反而撑不住了。 反观中国,经济稳稳当当,银行稳当当。这种格局,各国当然都看明白了。当今世界谁的经济底盘最稳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。世界各国都不愿意忍下去了,决定对美国摊牌了。 在国际社会心里,你美国不守信用。我们当然不用美元了。于是先是中俄抛弃了使用美元。借着中国与中东国家,中国与东盟,中国与巴西,以及俄罗斯与很多国家都不再使用美元解散。 甚至印度,与马来西亚的贸易,都开始放弃美元了。全球出现了抛弃美元的大潮。各国纷纷放弃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。这是真的戳到了美国的废管子了。 美国到底有多痛?美国共和党卢比奥哀叹美元霸权衰落。这么多国家不用美元交易。未来美国将无力制裁他国。他说我们在五年内不必再提制裁。因为,将有这么多国家,以美元意外的货币进行交易。未来我们根本无力制裁他们。不得不感叹。美国这些政客们到现在,还在想着怎么制裁别人。 大家从这样的话中就能体会到美国的傲慢。而这种傲慢积累下来的各国对美国的怨气,现在正在爆发之中,甚至只能算是开始而已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东盟成员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,提出了一个绝对可以把美国震猛的建议。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,当地时间4月4日上午,结束访华之行,刚刚回国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。 显然还沉浸在访华的兴奋余韵之中。他在回答议员提问,是否加入去美元化的国家行列时表示,他访华时公开向中国提出建议,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。 安瓦尔说,亚洲国家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,马来西亚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了。那么安瓦尔为什么现在提出这样的建议呢? 很显然,他之所以到中国来提出。就是他认为中国主持这一进程是可以推进的。他也认为人民币已经足够强势。那么为什么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,才能展开这样的活动呢? 如果没有这个组织作为亚洲国家的货币锚,那么像马来西亚,这种小国家的汇率,就无法稳定。一定会受美元波动的影响。 相反,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组织,相当于,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货币,全部纳入到了这个组织当中。 这些亚洲国家利用特别提款权,就可以建立基于亚洲货币的货币锚。从而让自己的货币更多与亚洲货币挂钩。 如此一来,人民币的稳定就能对这些国家的货币,起到非常好的稳定作用。这样一来相当于亚洲国家的货币,主要就是盯着人民币了。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,不但能在自己贸易结算上,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。汇率风险也没有了,那简直是完美的结果。 事实上可不止亚洲在去美元化。欧盟内部早已经完成去美元化。欧盟在全球贸易结算中份额接近美国。主要就是欧盟内部贸易的结算。 在非洲,南非正在领头去美元化。在南美洲,巴西,阿根廷正在领头去美元化。去美元化,对美国来说真的是太狠了。 一旦各大洲都搞起来了货币基金组织,那美国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因为美元发钞票的主要逻辑是,美国政府发售国债。 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买了,相当于美国政府借大家的钱花。美国政府根据需要做预算,财政收入不够的部分就用发债来弥补。 而发债机构买不完的部分,美联储包援,这包援的部分就是美联储发的美元。也就说美国政府从美联储借钱,然后把这些钱在全球买东西,从而满足美国的需要。 然而现在真正的风险在于,美债没人买了。大规模美债卖不出去都被美联储大包援了。美联储包援之后,美国恶性通胀出现了。美联储不得不通过加息,来把流动性收回去以遏制通胀。 这么一收,美国政府一年得付一万多亿美元的利息。美国一年增长的GDP还不够利息钱。结果债务越积越多。 然而对美国来说,犹如他天一样严重的是,当大家贸易结算抛弃美元之后,大家都不用美元了,不认美元了。 美元就越来越没价值了,汇率就会贬值。贬值购买力就会下降。如此恶性循环,美国内部会更加通胀。 所以对美国来说,现在才是噩梦的开始。接下来当大家都抛弃美元之后,那美国才真的是大噩梦。 因为美联储发不出美元了。大家都不用,发出去美国内部通胀。美国政府发不出债了,政府开支大幅萎缩。不但打不起仗了。 连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得大幅下降。到那时大家都抛弃美元。美元汇率贬值,美国经济危机就爆发了。 所以,接下来恐怕不是美国制不制裁别人的问题了。是别人还理不理你的问题了。 当然我们也要小心。歇斯底里的美国,会不会狗急跳墙呢?我们得准备好打狗棍,随时准备敲狗头。